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老黑频道 现在我做节目的时间是12月24号 如果说是东方的时间 应该是晚上了 那么就是一个平安夜 明天就是圣诞节 在这里希望大家节日快乐 虽然很多人不是基督教的信仰 但是就是节日 图个热闹图个喜庆 朋友们在一起聚一聚 吃个饭聊聊天 当然这也是一种节日的消遣 这是东方人过圣诞节的一个方式 每年圣诞节 每到了这么一个当口 总有这么一些逼色 就是什么人都得出来走两步 首先第一个就是说 每年到了圣诞节 一些小粉红的群体就会出来 圣诞节滚出中国 中国人不过圣诞节 以前还看到在国内的时候就看到了 那个时候是很多年轻人穿着汉服 然后去抵制圣诞节 这么一个西方的节日 有很多人是带着孩子 趁着今天这个节日 去吃个肯德基 吃个汉堡 然后其实并不是说这个节日的含义对老百姓有多重要 而是图个热闹 但是有的时候 小粉红他们图热闹的方式 是以另外一种方式 就是说作秀 圣诞节滚出中国 还有说什么 到了肯德基门口 要抵制肯德基 抵制麦当劳 然后早个几年 抵制什么 抵制日货 抵制日货 抵制美货 不如抵制蠢货 是吧 这也能说明一个问题 就是说人们精神生活特别的匮乏 人特别需要一些其他的认同 就是马斯克需求层次里面 有些人他是希望得到别人的关注 以及别人的认可 那么此时此刻 说圣诞节滚出中国 中国人不过圣诞节 这就是一个既政治正确 也没有风险 同时还能够吸引到别人的关注 也能够吸引到流量 这一个方式 这就说明一些人 他们心里边精神文化生活 是特别的空虚 借此以这种方式来刷存在感 我是这么一个解释 说圣诞 说圣诞 那么还有人就是说什么 说中国的圣诞节 那应该是12月26号 25号那是耶稣诞辰 这个圣诞节 到了什么26号那是谁 那是毛泽东 他的生日 毛泽东的生日 那就是说说 毛泽东是中国的圣人 这一代人 这么说 生为韭菜生生不息 你要说上一代人 四五十年代 就是说我们爷爷奶奶那一辈的 或者说我们父母那一辈的 那都是一个大动荡的时期 停过来的走过来的 那个时代的人 谁敢不喊毛主席万岁 谁敢不喊就弄死你 真的是要肉体物理的消灭你 造神运动 造神运动 那么随着上一代人逐渐的老去 我还发现另外一个现象 很多年轻人也开始去 去学习 去寻找 过去伟人毛泽东 他过去的痕迹 然后就觉得 毛泽东真伟大 实际上历史 近代历史 洗脑 过往的历史悲剧 你说我爷爷奶奶那一辈人 他们对于大饥荒 他们是有着切肤之痛的 他们经历过那几年是怎么饿过来的 他们对于粮食是特别的珍惜 对于吃饭 对于吃饱肚子 就是特别的 有这么一种恐惧在心里面 但是现在的年轻人 随着时间的变化 已经越来越不记得了 甚至有些年轻人说 有三年大饥荒吗 你瞎扯 有些90后 00后 在跟他聊三年大饥荒的时候 他都说你是造谣 哪有什么三年大饥荒 我说你就查资料 他不查 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 人们对于历史上的很多事情 就是悲剧 选择了淡忘 但是对于造神 也就会选择 毛泽东为什么这么伟大 你包括在古代 有人说什么汉武帝 什么汉武大帝 我说汉武帝 他就是一个暴君 汉武帝时期 死了这么多人 穷兵独武 你还有说什么唐太宗 李世民是明君 唐太宗 整个唐朝 最盛世的时候 都没有随朝的盛世 就GDP来说的话 都没有 但是人们都记住了 这么一个千古一帝 千古大帝 这是什么什么呀 人性 就是说 对于悲痛的事情 悲惨的悲剧 总是会选择的遗忘 然后现在又流行起 过中国式的圣诞节 毛泽东的诞辰 开始就过这个 能说什么呢 人们的愚蠢 是不可救药的 也犯不上去拯救他们 之前还说什么启蒙 启蒙 你启蒙的了谁呀 不启蒙 要说回圣诞不圣诞 说不过中国人的圣诞节 你把这张图发给他看 这是习近平跟圣诞老人的合影 别人要说中国人不过圣诞节 你就拿这个打他脸就可以了 这是所谓什么中国人不过圣诞节 那么说到这么一个平安夜不平安夜 除了小粉红还有什么呀 胡锡进也是出来了 每年圣诞节都有这么一些逼事 胡锡进他也是前环球时报的主编 你看看他怎么说的 今天是平安夜 也是长津湖战役的胜利纪念日 老胡认为无需把这两件事情对立起来 你看看 思想有进步 圣诞节跟长津湖胜利日不要对立起来 因为那些先烈美至今有很多解放军官兵 驻守边陲 我们的祖国尤其平安 把平安夜当节日过的人 多有一些信息和联想 多一些缅怀和尊敬是好事 通常含义的平安夜 是中国也是光明正大的 中国有两千多万基督徒 他们重视节日 更多的是一些小青年 把杨洁当聚会和消费的噱头 商家也趁机多赚点 这点不是问题 对 其实我觉得 这一点我怎么跟胡锡进观点一致 我之前我没少骂他 因为现在经济不好做 特别的内卷 那些生意人想尽办法得搞点刺激消费 拉动经济 西方国家普遍消费占GDP 已经占的是越来越大的比例了 你说中国商家 他也是绞尽脑汁的搞商业氛围 也是一个消费的噱头 全球化的时代 节日文化难免互相影响 中国政府不主动推杨洁的盛性 自有我们的道理 但政府也绝无打压杨洁的任何意思 一些国人过杨洁是他们的正常权力之一 不应在舆论上受到指责 哎呀 我本来不是想喷一喷老胡的 但是他这些话说的感觉没毛病 下面 一些人提醒今天是长津湖战役的胜利纪念日 这很正能量 但如果强调今天只能当长津湖战役胜利日来过 这就是不对的了 好吧 老胡今天这说话挺有意思的啊 那说过阳节 过阳节啊 那就是这个阳呢 咱们也可以分为两种 一是东阳一是西阳啊 那么在东方人呢 过的是西阳的圣诞节 那么现在啊 这两年在国外也发现一个现象 就是说在西阳也过东阳的节日 就是说国外到了春节的时候呢 也有很多人过春节的 真的 真的 这不开玩笑 我记得德国有一个小城市吧 小城市里面没住几屋中国人 但是每到了春节的时候 过这个中国春节 农历春节的这个氛围啊 不比中国差啊 到处什么那种鲜红色呀 贴对联呢 放鞭炮了啊 吃饺子了 发压岁钱了 德国哪一个小镇啊 我也忘了 回头我查查资料啊 有机会我得去看一看啊 在这边我也遇到我一些 就是我参加过啊 中国春节的时候 哎呀 搞游行啊 搞派对啊 很多人很多外国人 穿着中国元素的衣服啊 再去上街啊 呃 我觉得这都没问题 因为现在都是说 图热闹嘛 就是一个互相包容嘛 然后在中国啊 过圣诞节 在西方国家也有人过中国的春节啊 这也很有意思 其实这个平安夜 平安夜啊 真正的平安夜啊 属于东方人文化基因里面的 那就是除西啊 除西这两个字啊 在中国不能说 除西除西这两个字 不能在中国说的 说的要跟你屏蔽的 有可能跟你屏蔽的啊 只能说是年三十 你可以说啊 大年三十 你等着看啊 就是说到了春节联欢晚会啊 那些主持人肯定 他们的这种口吻是大年三十年三十 但绝对不会说除西 这不是犯了逆临吗啊 所以说中国人的平安夜啊 就是说是除西夜啊 平安 就是过年年是什么呀 年是凶猛的怪兽啊 年要出来吃人呢 把这一天年三十啊 这个给过了啊 年这个怪兽没有出来吃人啊 就算是又过了一个年 过年过年 就是等于说是杜劫的意思啊 又没有就是没有经历过灾难啊 这一天又平安过去了 所以说过年中国的年三十 这才是属于东方文化基因里面的 平安夜啊 当然了又有很多人说什么中国的文化 这不好那不好 之前呢 我也犯过一些毛病啊 就是凡是中国的 你都得批评几句 批评几句啊 在海外的这个氛围里面 它是政治正确的 它是吸引眼球的 它是有流量的 你凡是中国的都得批批判一番 中国的什么 不管是文字也好 还是语言也罢 还是其他的什么中医啊 还是一些什么生活习俗 吃筷子饮食等等啊 这拿筷子吃饭饮食等等啊 对都得批判一番啊 有时候甚至说这个春节这个你都得要拿它来说说是 现在我觉得吧 没有必要真的没有必要 人呢都是这种文化的产物啊 你在这边生活就算啊 跟家人聚一聚啊 吃饺子 平安夜吃苹果啊 希望大家都身体健康平安啊 和家团圆 那这期节目呢就先说这么多吧 每年生的年就这些事啊 啊 这期节目呢就先说这些事啊 这期节目呢就先说这些事啊